葡萄牙駐港澳總領事館、東方葡萄牙學會 以及澳門葡人之家協會合辦教文化雙周 先後舉辦多項慶祝葡萄牙日、賈梅士日、K葡橋日活動 行政長官崔細安出席慶祝酒會時說 葡澳關係比過去更加密切 未來特區政府加入更多教育資源 為兩地日後合作、發育培訓更多人才 她說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十二年多以來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在各位葡萄牙朋友和澳門市民的共同努力下 本澳的經濟發展迅速、社會安定繁榮 展望未來、特區政府將積極打造澳門成為世界旅遊遊遊中心 和構建澳門成為中國和葡語系國家經貿合作平台 為澳葡友誼注入新的活力、提供更多的合作機會 為構建此中心和平台 將會為澳門帶來更多的機遇 同時亦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如果優秀的人力資源配合 這達成 當中葡語繼續是政府、澳門特區自力推動 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 其中創意文化產業 是政府持續推動和發展的領域 澳門知識台記者高別樂報導 請問一下